前奏 1 2 3 4 5 6 7 8 画面现场是东湖图书馆楼上的五分区民活动中心 在专业舞蹈老师的指导下 来自社区的婆婆妈妈们 一大早就踏着轻快的舞步快乐共舞 展开充满活力的一天 参加舞蹈班的民众说 在家里久坐有爱身心健康 有机会还是走出来多运动 还有民众跟着老师一跳就是十多年 深刻感受到运动对健康的重要 跟他已经跳了快将近十几二十年 数不清的 我那时候是住在东湖 在那个东湖路七巷 那时候走过来非常方便 大概只有三分钟 然后现在呢 因为我们搬家搬到民传东路去了 我要搭车 可是我照样大概一个礼拜来三次 这样搭车过来 因为老师真的教得很专业 然后可以学到各种不一样的那个 开心最重要 在我们这个年纪不要要求太多 就要每天有健康的那个活动 然后能够开心 然后我还可以顺便去那个 菜市场 菜市场那边就在 运动完后我就去菜市场 买买菜就搭车回去了这样子 所以这个 我这个 我的生活就是非常的 就以运动为主 然后陪伴我的小孩长大 到了退休的年龄 退休以后 运动很好 流流汗 走出运动 人际关系也会好 什么都好 记忆力虽然 我们老会慢慢的减退 但是 至少会保持的 对啊 我觉得记忆力比较好 对 因为要 要记五步啊 对啊 你会强迫自己去记啊 不对啊 这样 细心指导每个舞蹈动作的老师张秋玉 是内湖区体育会 土峰舞委员会的执行长 多年来 在内湖区各社区 推广舞蹈运动 也特别设计多元的舞风 让民众能结合跳舞这项兴趣 达到运动健身的效果 那我从一个点 到 扩散到整个的内湖区 那甚至于的话 台北市的话 还有好几个区 我们都希望带动妇女们 走出家庭 早上的时间 忙完的小孩 或者是说 一早起来的话呢 可以先来运动 然后再回去呢 做准备早餐 这个都可以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让他们都走出家庭 而且都运动到了 而且越来越健康 那我的点呢 这个点叫做五分 不是五分谱哦 是五分 旧地名是五分 那么还有的话呢 还有庇护公园啦 那么 还有很多的其他地方 湖宾里啦 那么等等很多的地方 那我都希望呢 能够带动社区的妇女们 那么能够来结交好朋友 大家呢 和睦相处 互相帮忙 我们互相支援的情况 非常的多 我们相信呢 透过这样子的话呢 你的人际 人脉 关系的话会更好 那更是增加你的青春 增加你的健康 所以呢 我们这个运动 有有氧 有拉丁 有各式各样的 甚至我们有民主 所以他们会体会到 不同的风格 那会觉得说 非常的高兴 然后我觉得这个张老师 让我们很想跟着他的原因 就是说 他的舞都很新 很跟得上时代潮流 像以前那种什么 奇马舞啊 小苹果 我们把已经跳过了 两个月了 两个月了 全台湾省才在流行 所以我们老师 真的是走在死在尖端 俗话说 要活就要动 这群韵律舞蹈班的学员们 透过跳舞 展现活力 也所助青春 也鼓励更多民众 一起来加入运动的行列 守护自己的健康 运动真好 赞 记者陈淑萍 台北报导